来看那个逻辑函数部分 那首先我们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逻辑函数 也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判定 像你们期中考试的成绩 及不及格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综合评定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 在这边假设它的成绩是合格 那我就输入合格 反思就输入不合格 那怎么怎么做呢 当然不是用眼睛看 这边的话我需要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逻辑函数 那接下来的话我可以用什么 这个在逻辑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边的话有一个有一个类别 就是在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逻辑 那逻辑主要当然就是帮你做判断的意思 判断说这个成绩如果合格 那就帮我怎么样 放一个合格 反思不合格 那就帮我把它放不合格 或者甚至颜色换一下 当然也是最好 OK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就用这个逻辑里面的一幅 一幅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逻辑是什么 你要跟他讲逻辑 逻辑就是 logitext 这个意思说你逻辑是这个成绩 所以把这个成绩搬过来 然后呢 他如果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输出一个如果为true 有没有 value if true 就是如果这个逻辑 他的结果是为真的时候 那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合格 反思的话呢 输出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这个 合格两个字 OK 合格 反思的话就不合格 那当然理论上前后 输出的是一个文字 前后应该有双引号 那我没打没关系 他会自由帮我打上前后双引号 那反思就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加一个不 OK 那有一些函数 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但是有一些函数不会 像我们之前用过一个test函数 他format test理论上是要文字 但是你没有加 他不会帮你加 但不过你一定要自己加 或者会发生错误 那向下填满的话 那理论上就会自动帮你完成了 但是颜色他不会帮你改变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颜色变更的话 在函数里面不会 比如我希望合格的话是绿色 不合格的话是红色 那怎么办 以前的话你自己慢慢怎么 用选的嘛 然后这边做绿色 然后另外一边不合格做红色 那当然你要你要做很多次 所以其实比较快做法是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 要不就两个方法 一个是写程式 写VVA 做什么呢 每一个每一个抓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这一个成绩是大于等于60 那就把这边的颜色改变一下 如果那你不写程式另外有一招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利用这边有一个叫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一样可以怎么样 你跟他讲说 我这个范围里面帮我做一个规则判断 那个判断完之后 如果结果为真的话 为处的时候 那我就做什么样的格式设定 你会新增规则 新增规则的话你可以怎么 所以这边有好几种可以做的 但其中比较简单的应该是哪一个 最高值最低值 不是应该怎么 所以应该是这个 只格式化包含下列出存 也就是出存格里面的资料 出存格里面资料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帮我格式怎么 假设我比较简单一点 我是希望把色彩变成绿色就好了 绿色这个 OK帮我把它变这样的 按确定 然后呢 这时候当然再按个确定 他就会帮我格式化了 大于 应该不对 刚刚规则 管理一下 更正一下 应该是 这边编辑一下 不是大于等于 应该里面不是 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才是大于等于 而是应该什么 如果他里面的值 应该是等于 如果他里面的值是什么 等于合格的话 可以更正一下 合格 所以如果说假的 我不是以这边当成基准 我是以这边当成 那就是刚刚那个 按确定 应该理论上这样就OK了 等于他里面的值 特定的值应该数字 特定的文字吧 文字里面 包含或者是等于啊 开头他好像没有对 包含如果里面有合格的话 那就确定一下 OK 全部都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平常比较习惯 我写程式的 我比较少用这种 这种工具 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 包含 这个范围里面 开头 储存格的值 等于 开头是合格 可是他其实里面是合格 所以他这个叙述 理论上当然如果你给他对的结果 他就会帮你把他格式化出 对 那我们当然这个样 他有点给我们 就是 你干脆 储存格的值好了 里面的资料是等于合格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是 绿色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 再一个红色不合格的话 那一样我可以再增加第二个条件 他的什么 储存格的值 如果等于什么 如果等于不合格的话 所以加一个不 那就把它改成红色 格式把它加一下 这边红色一下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 理论上应该就会 自动帮我格式化完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将来要针对 把那个不合格的学生 抓出来 然后呢 比如说 再做一些这个 特别的辅导的话 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特别注意 可以用新增规则来做 新增规则里面的这一个 只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储存格 但是前提你要先把范围把它选取起来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我刚刚是选这个范围去做格式化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选取这个范围 选取这个是一个条件 那格式化是格式化 这一个这个范围 也是可以 只是说 用这样的方法做的话 相对的比较困难一些些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试着完成 合格不合格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设定格式化 那再来第三个 请各位思考一下 因为呢 其实一般的工作 并不会这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理论上 像你们的其中考成绩 最后其实不是成绩合不合格 而是你们的成绩 不会出现合不合格 而是会出现什么 出现ABCD 所以将来 像我把你们的成绩打完之后 我要再帮你们的成绩 转换成ABCD 也就是你们将来 其中评量会看到是ABCD 而不是你们的成绩 或者合不合格 所以如果我今天多一个栏位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80分以上包含80分的话 是A 70分到80分之间 是B 60分到70分之间是C 不合格的话是D的话 也就是这边多重 我希望用多重判断 如果是ABCD的话 该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会需要请各位 先做逻辑判断 了解IF的逻辑判断 该怎么下 另外的话 如果合格不合格 要用不同颜色的话 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完成 另外就是说 想想看 多重ABCD怎么做 多重ABCD 多重ABCD